今年除夕不放假 没隐姓福利的哭了 有隐姓福利的笑了 车主们哭了 高速公路笑了 拿不到加班费的人哭了 老板们笑了 对于这一天 有的人宁可辞职也要赶回家过年 我不知道假日办的同志们看到有没有什么感触 春运的路上除了拥挤 还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呢 今天东航江苏公司特意组织了一批休息的空哥空姐 就在机场里边给大伙跳了一段快闪舞 算是给今天乘飞机的旅客提前拜年了 看看 上午十点南京路口机场后机楼内秩序井然 身着财神爷和喜洋洋人偶服的演职人员 穿梭在旅客群里 拱手送着祝福 突然现场响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舞曲 三名帅气的空少率先登场来一段竞舞 而伴随着轻盈欢快的舞曲 与公路铁路春运不同的是 民航旅客出行时间非常集中 绝大部分春运搭乘飞机回家的旅客 都会集中选择在最后一周才出行 所以春运第一天 南京路口机场客流与平时相比 没有多大的差别 预计今天客流量大概在四万五千人次左右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